一中天说过几句话 我们是不是没有信仰 我们更多的信仰是钱 我们最大的成功是有钱 我们最大的快乐是我比你有钱 我们对功力 对善额 对逻辑 对尊严是没有认识 我们的目标是有权 然后是钱 让我们佩服的 让我们尊重的 征服我们 从来不是智慧 真理 真相 信仰和认知 而是有权 有钱 所有的生活上带 西方人就会发现 生劳病师都在教他们 我们的生劳病师都在饭店 所以他们一辈子和信仰挂苦 我们一辈子和吃喝瓜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 任何行为是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 就是还有更大的底线 你们看完就知道了 所以有人问摩檐 人死后真能到地狱 摩檐说 任时就能看到 然后那人显得淡成 又问摩檐 人死后还会有灵魂 摩檐又说 很多人活着就没有 所以他们就说 世界上有两个逻辑 一个逻辑 一个是中国逻辑 有两个宗教 一个是宗教 一个是中国宗教 因为真正的宗教是信仰 我们的宗教是神 真正的宗教是解决 人和神的关系 解决内心的交流 我们多数宗教是 解决人和钱的关系 解决的是财富的交流